这个我先不说 我觉得得先弄清楚这事 这两个女孩到底谁是正常女友 田田和我儿子认识都一年多了 都交往一年多了 关系都处得不错的 后来就经过认识 是我介绍的 我这个人呢 反正家庭也是不错的 经济也挺好的 所以说我就想给儿子 挑一个差不多的 也孝顺我的 就是那种 那我问田田吧 处得怎么样啊 一年多 一直都很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我想说如果好的话 现在会跟我在一起吗 他喜不喜欢我 我心里明白 你明白的话 现在在我身边 你有我清楚吗 我不知道到底是清楚 就是自从认识了你以后 我儿子现在变得 一点都不听我话了 叛逆了 而且和我顶嘴 我想说 原来我儿子都 我想说我每次都劝大海 我说您一定要 就是跟您说话的时候 在介绍我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用词啊 情绪 我一定说 他毕竟是您母亲 但是我不知道 他怎么跟您沟通的 还是说您根本就不想 跟您儿子沟通我 但是 我绝对没有说 在中间说让你儿子 所以先到一半 我尽心喜欢你 我们先不吵了 我们先不吵了 你田田跟我换个位置 跟你换个位置 我问你 说清楚啊 你说一下 你说你跟他交往了一年 跟大海 相处得不错 对 那怎么会有他呢 你们分手了吗 还没有分手 那提了分手吗 大海 他刚提出分手的 什么时候去 什么叫刚提出分手 你让他先说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儿子叛逆 越来越叛逆 我们先听一下 什么时候提出的分手 就最近这一个月 他提出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他说他喜欢美琛 那既然他都背叛你了 你这么 你还这么死结巴裂的 那是因为我心里还有的 大海跟你相处了一年 多多少少是有感情的吧 我现在就揣摩大海 是不是因为是母亲介绍的 而且又特别怕母亲 才将就跟你在一起 你作为一个女人 你应该有直观的感受 这个男人到底爱不爱你 这一年的过程当中 你们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我觉得他们两个相处 让他自己说 让田田自己说 他只是能遵行 阿姨对我的感觉 去对待我 完全是属于一种 同情包容 那你很清楚 你很明白 大海是因为听妈妈的意思 才跟你在一起 他跟你明着表露过这样的意思吗 说过吗 之前有说过 那我想问一下 近半年你跟大海是怎么交往的 就认识了他之后 只是偶尔见面吃个饭 他跟你说过美城的事吗 除了分手的时候说 之前有没说过吗 有提过 但是我不想听 那就是单方面 大姐 这很明显了 田田也说了 其实您儿子是不喜欢他的 但是我觉得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你想在我们那个年代 都没见过面 就是给介绍 然后感情不是慢慢培养的吗 我相信 我儿子会选择他的 阿姨现在不是您这个年代了 你别给我说那么多了 不是 你刚刚都说了 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是吗 是 那你们俩的感情 也可以慢慢培养的 是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